店饭锅红烧肉 做出来的肉太香了 这样的做法最简单 喜欢的可以试一下 准备材料 3粒鸡蛋煮熟 五花肉 青葱 蒜米 姜 五花肉洗净后切块 倒入碗中 加入2汤匙生抽 适量的蒜米粉 适量的黑胡椒粉 适量的白胡椒粉 1汤匙的蚝油 2汤匙的花雕酒 2汤匙的老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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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上保鮮膜,腌制半小時。 半小時後,把薑倒入電飯鍋。 蒜米。 青蔥。 再倒入腌制好的五花肉。 適量的冰糖。 接著,加入三粒包了殼的熟雞蛋。 最後加入一罐啤酒。 電飯鍋開墊煮至熟即可。 電飯鍋紅燒肉出爐了。 真的是太香了。 紅燒肉。 這樣的做法,出鍋後全搶光。 太好吃了。 喜歡的可以學起來。 小雞蛋。 正式被蒜甜。 要填破了吉仔。